谁想啊,这王振振老小啊,他真够狠的呀 一刀下去,就告别了自己男人的身份 进宫啊,当了一个死太监 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呀,填个坑吧 您想我这自媒体做的不怎么地啊 还挖了不少大坑 一百位古人喝酒,赛上古堡,清宫觅食,土木堡之便啊 这些坑啊,都等着我填的 关于这个呀,朋友们真得见谅一下 我讲故事啊,确实比别人满 为什么呀,因为我呀,讲这故事的时候啊 他必须先得去那故事发生地看看去 回来再给您讲故事 与其说呀,我是给您挖了起个大坑啊 还不如说呀,是给自己个儿挖了好多大坑 行了,咱们啊,闲言少叙填坑吧 今天我这一铲子呀,准备填俩坑 土木堡之便和塞外古堡 我想啊,稍稍了解土木堡之便的朋友啊 一听就知道我要说哪了 河北玉州捕庄北堡 在捕庄北堡村子前面啊,有一条古道 这条古道啊,他牛了去了,比燕云古道还要老 早在明初的时候啊,成祖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经带领了大兵 从这条古道经过,去剿灭北原的余孽 正统十四年,把明英宗朱祁镇忽悠出关打瓦剌的斯里金丙比太监王震 据说就是这个村的人 我这话呀,要让人家这个村的老人听了,肯定不乐意 他们得说了,这都说死了的事儿,他王震就是我们村的 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可能了呢 还别跟我急,其实在我心里啊,我是根本不信王震是这个村的人 来您听我,好好给您分析分析啊 咱们呀,先说这王震是这村的人,是根据何来 有一种说法啊,说这王震的医观种,就在补鸡庄 听到这个说法以后啊,我算是有活干了 翻明史呗,翻了半天呢,在明史里也没找到这方那儿的消息 这明史中啊,只提到这王震是豫州人 根本啊,就没提到具体的孙洛 更别说医观种的事儿了 在羽州至中啊,也是一带而故 只说这王震呢,有医观种在成西二里的补家庄 也并没交代王震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呢 在明正统年的时候啊,王震正得势 谁想呢,却死在了土木堡的乱军中 英宗被俘,景太帝可不惯着这个 把王震直接给定为了国贼 一道旨意啊,就诛了九族 呸,他们活该 我觉得诛九族都清,应该诛了十族 朝里朝外的那些干儿子都应该摔死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瓦片也有翻身日,东风也有转南石 夺门之变呢,这明英宗又抢回了他的皇帝宝座 他呀,就又想起这孙子来了 所以呢,就知会这宇宙令啊,给王震修衣冠中 这玩意儿啊,通常都修在大路大道的边上 您别忘了啊,咱们开头不是说了吗 有一条大道啊,从补家庄通过 所以呢,这县令啊,把这衣冠中啊,修在这儿啊 也是没毛病,这并不能证明啊,这王震呢,就是这个村的人 我想啊,这村里人呢,他又有话说了 你还别不信,你瞧啊,这村里啊,他还有王震的故居呢 的确啊,这村堡中啊,他有一处院落呀 疑似是王震的旧宅 这所宅院啊,他有门楼一座,正房三间,二房两间 东西厢房各三间 院内呢,是砖条铺地,山墙呢,是土坯的 是一座啊,典型的明代早期建筑 按照明代的理智啊,王震的宅底应该是正堂三间 此宅呢,规模正好符合王震的四品等级 可是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在宇县呢,这种格局的院子,他多的是 最为讽刺的就是啊,他们家的街坊跟他是一样的愿目 补庄北宝的正门呢,设在东边 门边上呢,写着补庄北宝营祥的字样 旁边啊,有重建的纪念 是大清道光,以卫年,进到里边啊 他也有一块门边 上面写着是大明补家庄宝 正德十年十月,即日立 嘉庆三十七年十月,即日重修 也就是说呀,这座古堡啊 它建于1516年,您可别忘了 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 它是1449年 也就是说呀,修这座村堡的时候啊 王震那个死太监呀,已经喵息57年了 村的里边那几间房子 跟这个死太监呀,他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说到这儿啊,我想您就应该能分析出 这王震到底是不是这个村子的人了 清代民间史学家扎蒂佐私修了一部名史 叫《罪为路》 这部书里啊,都是多说了王震几句 说这王震呢,是玉州人 在县学教书,本是个无才无德 无品行的奸诈之徒 因为犯了错,本来啊,应该折树 这折树啊,就是发到边关做苦役 或者是啊,做戍边的兵士 谁想啊,这王震这老小子 他真够狠的呀 一刀下去,就告别了自己男人的身份 进宫啊,当了一个死太监 永乐年进宫,顺风顺水 到了宣德年啊,就进了那一庭最高的衙门 斯里坚,斯里坚的大太监刘宁啊 他不识字,所有的文书呢 都要由这个王震代彼 这王震呢,一下子就站到了权力的巅峰上 就这么一个死太监呢 这遇见好几个孙子,大打口水仗 争夺他的家乡,真是丢死人了 这下一期土木堡的视频呢 我想啊,深入的聊聊啊 这明英宗和王震呢 到底应不应该为这土木堡之变 死去百万的明军将士负责 您要是乐意听呢 他我就乐意讲 希望您呢,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在这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